- 大家好,這邊是巴虎的編輯部,我是編輯小鈺 - 大家好,我是編輯TRISTA - 我們今天呢,來玩這個Marvel的新的Spider-Man 它最近Sony台灣有辦那個試玩會 我有去試玩一下這一款 然後即將在9月就要上市了 那我之前在E3的時候我也有試玩到這一款 它就是改編自漫威旗下經典超級英雄漫畫蜘蛛人 而且在遊戲中採用開放世界的舞台 來呈現廣大的紐約曼哈頓 那我們從畫面上就可以看到 現在我們就是扮演蜘蛛人 然後在自由自在的闖蕩在這個街頭 好,那我先簡單講一下 他們最主要這一代會圍繞在曼哈頓 改編紐約曼哈頓這個街區 基本上不會離開這裡 但是你可以在這個街區 因為逛到基本上大部分曼哈頓的重要經典都會出現 甚至裡面還常有復仇者聯盟的復仇者大樓 還有那個瓦甘達的大使館 但是也只有這樣子捏他 自從團隊說他們不會出現 他們就只是一個劇情不能小彩蛋的感覺 這個故事裡面呢 有超能力的正義使者 就只有Spider-Man 只有蜘蛛人一個而已 還有大魔頭們對不對 大魔頭是壞人啦 他們一定會有超能力 所以是 現在看畫面好像很流暢 那操作方面會不會很難 就以我在E3操作時候的經驗 我覺得其實不會 他操作非常的簡單 就可以玩出這麼流暢的感覺 他的操作模式呢 比起歷代啊 十字豬人相關的遊戲 甚至在PS4上面推出過這種 開放式的英雄作品 這算是相當滑順的 操作起來比較靈活 讓他速度感更強化了一些 然後他的操作模式呢 其實他簡化了很多 就是最主要利用那個R2鍵的操檔 然後放到高點的時候再放開 然後用方塊加速這幾個按鈕 就可以在街頭上翻來翻去了 很容易使用 那就先 如果你走走的下樓 跟路人也是有很多互動的機會喔 如果你有空的話可以下去往走走看 我不一定是要在大魔劍操檔 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樣 對 可以用走的喔 可以去逛逛 那在大樓上面逛呢 會有幾個事件發生 可以遇到突發的犯罪事件 或是收集你的那個背包 隱藏藥素 然後這代有一個 小工 主要的地方呢 你要去破解那個 像是指令塔一樣的地方 會開啟地圖 那是警方拜託你維修的 但是你維修的同時 會在那邊放入你的蜘蛛人的科技 然後可以看到 這個 警報 而是已經是 剛出社會的Spider-Man 然後他已經在紐約行俠章藝很多年了 所以他的能力呢 操控制 也沒有說一開始那種情格 還有複雜的感情糾葛 沒有這種事情 然後就是他不會有 到底要做英雄 還是當學生 沒有這種事情 然後他已經23歲 大學畢業了 一直入社會了 他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然後是感情 然後還有超級英雄 這組的生活 直接呢 在拿捏他的比重 那我很好奇他女朋友會出現嗎 會 目前看到的女朋友就只有一個 但是會不會有跟其他人 有什麼情感的糾葛 然後跟 跟銀雕啊 或是死六柚關啊什麼的 不知道 跟敵方們的一些愛恨糾葛 也是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沒錯 那現在看起來是 一定會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劇情 但是很重要一點的製作團隊有說 他們不是依據某部 某段系列而改變 他們是完全原創的蜘蛛人故事 所以你不能拿某段的那個大事件來套用 那是全部原創的 這樣可以讓玩家其實更能夠 去體會這個蜘蛛人的劇情 如果你沒有看之前系列做的話 也沒有關係 就從這一次的遊戲中去體會 對 那在劇情設定上面呢 彼得帕克已經當了八年的蜘蛛人 所以他對那個 八年好久喔 對 他已經當了八年了 他對蜘蛛人的那個能力 已經掌控非常至於 對 那 這個你剛有提到女朋友的部分 這位 目前他登場的女朋友也是那個 Mary Jane 然後他是 他在不同的點 他是浩角日報的記者 喔 不是彼得帕克是記者 他才那個 Mary Jane才是記者 他們劇情的互動也很微妙的不同 像我們畫面上看到的呢 這就是Mason 然後Mason現在是在一個基金會下面工作 但是基金會的老闆疑似是壞人 是啊 所以現在那個彼得帕克就有點兩岸 就是他到底要怎麼維護這個關係 他打擊犯罪會不會危害到Mason沒有工作 因為他們的生活還是很結局 像這種劇情呢 在這部戲 好糾結喔 對 是他這一代的重點 而且呢 彼得帕克呢 不再是一個人奮鬥 他有導師 對 他有導師 指導他該怎麼去 心俠仗義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設定方向喔 那我想問一下 導師這個是在原作中就有的人物嗎 還是在這一次遊戲中才有的人物 其實呢 在漫畫或動畫裡面 有很多角色當中有這樣的設定 但是 過去以來就是改編類的作品 遊戲跟那個電影 遊戲跟電影比較少有這樣的角色存在 所以在遊戲中 這次算是比較特別 好 現在看到這個場景 直升飛機飛過來了 我們好像面臨到一些大災難啊 這個呢 是遊戲 應該是第一場戰鬥 然後蜘蛛人已經跟 那個紐約警方合作很多年了 所以他們 有危機的時候呢 會找比方畫個up 是蜘蛛人來幫忙 他也是很樂於參加這種活動 他很想秀啊 很想紅很多 當然他是大家的好鄰居耶 對 那碰到這種危機的時候呢 蜘蛛人就一定會出現啦 然後不過他很乖 會先取得許可再通路 跟蝙蝠俠不一樣 蝙蝠先進去痛咒一頓 對好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到這個 戰鬥的部分了 通常彼得帕克都是一隊多啦 對 他的戰鬥呢非常華麗 而且很螢幕 那我們現在進入戰鬥場景呢 可以發現 然後他現在就逐步的教學 我們會先 從大場景開始找起 你有沒有找起 找到自己最有力的點來開啟戰鬥 不是進入一坨一坨一坨的 他的那個戰鬥模式比較不一樣 你可以自己去找地方下手 對 娜娜的攻擊系統呢 其實相當單純粗 主要就是用方塊 方塊是出拳 然後你長按方塊呢 可以把人往上擠 打到空中去 然後再連斷 然後用三角呢 可以把人家殘人撕這樣子 然後再做空中的擊落 所以你在空中可以做 打上去之後呢 方塊方塊三角 方塊方塊三角 這樣子連斷 或是長按三角 把人家拋植下來 或是抓警務 你按L1R可以抓警務來互動 把東西抓起來丟敵人這樣子 你在戰鬥中呢 蜘蛛人頭上會亮起蜘蛛符號 那就是表示他的蜘蛛感引起動 然後你要適時的按圈來迴避 他會累積那個左上角 對那個能量表 你在連續combo的時候也會累積 那有什麼用呢 他就可以發動他的能力 譬如說 使用那個強力的QT 或者是幫自己補血 那還有戰鬥中你要注意到一點 就是你畫面的右上角 會有那個蜘蛛絲 他那個使用蜘蛛絲是有限的 你可以按 因為他是製造出來 對對他做出來 不是自己產生 不是體力無限的 所以你按R1會發出的蜘蛛絲 來打擊敵人 然後把他纏住 然後可以再做combo這樣子 哇那我們現在 剛剛螢幕上看到的這一位 就是我們這一次試玩的大魔頭 KING PING 然後金拔王 然後他是目前的劇情的大魔頭 然後他掌控了紐約的黑幫 還有很多的經濟活動 所以我們來這邊就是要逮住他 抓住他的小便 像你看這樣子 可以打到空中連段 你要左上表的那個 左上角的能量表慢慢在雷加 他就可以做蜘蛛絲了 然後戰鬥中 你要常常用用藏型來互動 做連段 而且很重要的是 你不能一直看著一個敵人一直打 要小心 因為敵人很多人會開槍喔 你要先解決遠方的敵人 然後再回來打近距離的 你在戰鬥中呢 移動方式也不是只有靠R2而已 你要常常用L1跟R1一起按 你會要高速移動 然後直接飛去定點來打擊敵人 這樣子可以在大樓中穿梭 然後找尋敵人到底在哪裡 因為像現在呢 會出現很多敵人用火箭筒 遠距離攻擊 到後期還有那個超能力 可以直接把那個火箭筒回擊回去 不過目前還沒有辦法使用 感覺非常的帥氣啊 然後還有一個小地方呢 是你會發現現在我們畫面上看到 蜘蛛人穿的是舊式的衣服 然後跟它有一個封面 還有我們剛剛看到的 逛街的時候看到的那個白色衣服一樣 它這段很周打的一個系統 就是戰衣系統 它們不同的蜘蛛裝呢 會有不同的能力 它會隨著聚情 或是你解鎖來解開新的蜘蛛裝 那代表你有新的能力可以啟動 像那個 像你在那個大樓中間 然後找人啊 移動的時候呢 你要常常運用蜘蛛師 來感應敵人 用蜘蛛師呢 來度過場景 或是閃開障礙路 像這樣子是戰鬥的方式 就是蜘蛛師的連續應用 先纏住敵人 然後一邊打擊 甚至一邊等蜘蛛師回 就是右上角蜘蛛師會慢慢的回復 那你可以用這個來纏住敵人 然後再去解決其他人 要不然你如果 都不用用蜘蛛師 很容易被圍毆一下就死掉了 嗯 嗯嗯嗯嗯嗯 身為蜘蛛人 我們就是要華麗的戰鬥啊 對沒錯 終於進到這邊來了 對已經往上移動了 但是呢 欸這些警察怎麼 講話看起來怪怪的 唉唷 唉唷 你看喔 氣氛有點微妙 唉唷 好你看掐管拿起來 什麼意思 喔 喔 只有蜘蛛感應發抖 像這麼帥系的QTE呢 不是只有過場動畫用的出來 其實你在連段中 也可以帶的出來 你用那個 三角形可以划行到敵人的胯下 然後再用重擊擊飛 這是很重要的連段技巧 像這樣子 你在空中連段 然後 由它旁邊 冒起這個 三角跟圈 一起冒出來 那個時候呢 就是可以使用我的能量 然後直接用QTE 然後就造成大傷害 我們換好奇一點的進度給大家看 蜘蛛裝這個系統是這一代 戰衣系統是這代非常主打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們除了收集蜘蛛裝 是一個解開遊戲捏他樂趣之外 他對戰鬥也有很多實際的幫助 那其實我們看這遊玩的畫面非常的華麗流暢 我自己在玩的時候我也是覺得說 哇塞我好像輕輕鬆鬆其實就可以玩得很順 那小玉你覺得怎麼樣 基本上呢我相信很多人看到這個戰鬥系統 第一眼會想到那個蜘蛛俠阿卡安城市 掉掉那種戰鬥模式 但是我不得不說他的戰鬥系統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上手 那打起來更華麗 但是因為蜘蛛人可以做的事情 蜘蛛人可以做的事情才太多了 蜘蛛人相較之下 他就把戰鬥系統著重在連段部分 他比起蜘蛛人那種AAVG來講的系統 更像是那種惡魔獵人阿那種打連段為主的掉掉 嗯嗯 好的那這一款漫威蜘蛛人呢 即將在9月7日發售 那其實他也有推出PS4 Pro的銅捆限定機喔 喔我在這現場有拍到在這現場有拍到 真的很漂亮 但是紅色很顯眼 不像是一般的遊戲主機會用那種神層的顏色 他也很有卡通的色標 對白甲也非常的漂亮 我覺得好想入手 但是聽說傷層要被定光 啊對是限量的啦 限量是殘酷用抽的也抽得到啊 沒錯所以有興趣的玩家 不論是對主機還是遊戲有興趣的玩家 請恰巴哈傷層喔 不要錯過喔 對那今天的試玩結束就到這邊啦 大家下次見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